我们先来看一条紧急的消息 邮轮疫情大爆发 CDC喊停止邮轮旅行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周四12月30号表示 在邮轮上新冠病例激增后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 人们都应该避免邮轮旅行 此建议是对已受到疫情大流行蹂躪的邮轮业的重击 CDC周四将邮轮的新冠旅游健康通知级别 提升至了最高级第四级 该机构表示 即使是已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 也可能有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变异株的风险 根据CDC发言人的一封电子邮件 在12月15号到29号期间 美国水域向CDC通报了5013例确诊病例 是前两周的31倍 该机构建议民众采取包括接种疫苗 注射加强剂 在室内佩戴口罩 以及在聚会前进行病毒筛检等缓解措施 CDC说由于有几艘邮轮已经出海 乘客应该在旅行结束后的3至5天内接受病毒筛检 并自我观察14天是否出现新冠症状 截至目前CDC已对超过85艘邮轮上的新冠病例 进行或展开调查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报道 同利亚婚事牵涉政治 中国网络管理权力黑幕重重 亚洲周刊发表长篇文章 文章称 网上传言刚离婚不久的中国女星同利亚再婚 对象是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 但传言无法证实 同利亚报案触发名人隐私权之争 12月22号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发布公告 情况通报称 针对近期网络所传谣言 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同利亚的报案 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许多晚到的网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网上又无法搜到相关资讯 于是关于女星同利亚的资讯演变成了一场舆论狂欢 网络最早的传言称是同利亚再婚 而再婚的对象是现任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 不过这个传言毫无根据 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公开的管道可以证实这个传言 而制造这个谣言的 也无法提供更为原始的消息出处 同利亚是中国知名女演员 西伯族1983年8月8号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同利亚的父母均从事艺术教育 从小同利亚就表现出了对艺术 尤其是对舞蹈的热爱 练舞多年的同利亚于2000年 被分配到新疆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 同年获得新疆舞蹈家协会的四级舞蹈考级培训教师资格 2002年同利亚参加首届新疆小姐选美大赛 获得亚军 随后参加全国影视新人选拔大赛 获得金奖 2004年同利亚被中国歌舞团录用 担任旗下的舞蹈演员 同年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本科录取 2016年同利亚开始涉足影视圈 大二在读期间便出演了香港导演 耳东升的心不了情 2014年他主演的电影版北京爱情故事上映 票房突破了4亿元人民币 2015年平凡的世界首播 同利亚凭该剧拿下了第19届华顶奖 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第28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2020年和2021年同利亚参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2021年还参演了两部百年县礼片 1921和革命者 2010年同利亚接到陈思成北京爱情故事剧组的邀请 正因为这部剧作 同利亚认识了陈思成 陈思成当时放言 用一年时间追到同利亚 2012年陈思成和同利亚在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 节目中公布婚讯 当时同利亚在节目上一脸幸福 反观陈思成稍显尴尬 2021年5月20号 外界看来恩爱有加的同利亚与陈思成宣布离婚 二人有一子名为朵朵 同利亚宣布离婚不久 北京就有小道消息传播 称其与盛海雄在春晚相识 随后产生好感 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谣传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管道证明事情的真实性 盛海雄刚刚经历过家庭巨大变故 作为中共宣传大本营之一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最高领导人 此时又面临着组织迎接 20大相关宣传工作的重任 可以说是多重重任在肩 怎么可能在此重要时机不顾工作 却和一个刚离婚的演员谈婚论嫁 此刻民间传出消息 各种意味令人深思 谣言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可以通过舆论散布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法律可以管住人 却很难管住嘴 造谣者和传谣者都摆出一副吃瓜群众的无辜像 我不就是传了一个小道消息吗 一旦司法介入谣言 正如上面所说 可能会引发次生舆情灾害 这正是网络谣言难以根治的要害 很多人只能牺牲自己的隐私 或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 满足网络上满嘴吃着人血馒头的看客的猥琐心理 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 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资讯 属于人人格权的范畴 现行法律虽无直接支持隐私权的概念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事情中 就规定了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 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 视为侵犯他人的人格权 因此隐私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也受到中国法律保护 因事社盛海雄这位中共宣传口大员 掌握诸多媒体资源 此时谈隐私权 确实也显得吊诡 有几分滑稽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盛海雄 佟丽亚 有没有结婚是黑白两分 没有任何暧昧之处 官员有私人空间 但传言出现 或者是空穴来风 或者是事出有晕 查无实据 只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事 有什么不能回应的 但若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如何回应 确实也是考功夫 但总好过预言又止 有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吃瓜群众 不能事情到了高官头上 就勃然大怒 尤其两人是否有一种权利的关系 也受关注 至此 海电警方雷厉风行 发布情况通报后 一周已将三名嫌疑人 魏某男35岁 周某某女43岁 唐某某男36岁查获 三人处于吹嘘炫耀 涅造散布 涉及相关报案人不失信息 三人对自身违法事实 公认不贵 公安机关依法做出行政拘留处罚 而佟丽亚也随即发表声明 称任何突破底线的网络暴力 都是违法行为 对网络施暴者绝不姑息 工作室表示 佟丽亚目前是离异 单身状态 从未有过任何有为私得的行为 美中挥刀制裁护砍 人权问题陷入死循环 据自由澳洲报道 继香港政府连续封杀当地 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民主派媒体 而引发国际轰动后 中国外交部12月30号证实 对5名美方官员实施制裁 截至目前围绕香港新疆等人权议题 美中两国相继制裁了彼此数十名官员 抗衡的走势持续升级 北京当局与西方国家的对峙 究竟正结何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今年7月 美国已对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进行了制裁 中方当时已对美方人员进行了对等反制 上周一 美国国务院发布依据香港自治法向国会提交的报告 文中再次点名批评了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卢新宁 谭铁牛等人破坏香港自治 赵立坚周四表示 美国近日再次提及这些制裁是在炒冷饭 他还重申了中国此前对5名美方人员采取的制裁 包括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巴塞洛谬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斯迪沃斯等人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撤销对中方人员所谓制裁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 路透社此前报道 去年10月以来 美国已经依据香港自治法制裁了30多名中方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去年8月 川普仍然在任美国总统时 美国财政部就已经制裁了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名中方官员 林郑月娥曾声称 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期待赴美 不发签证就不去 几天后中国宣布对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克鲁茨 众议员史密斯等11名美方人员进行制裁 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时期对中方官员进行制裁的手段 在最新的一轮行动中 美国财政部在本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当天 宣布对前新疆自治区主席扎克尔 现任代理主席土尼亚兹等中方官员进行制裁 指出他们参与迫害了新疆维吾尔人 上周二北京当局采取反制措施 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扎 副主席特克尔等4名美方官员 记者注意到 美中两国对彼此官员采取的制裁措施 通常包括禁止其入境 冻结其本国资产 禁止本国人或实体企业与其进行交易等 但国际社会的相关制裁 其震慑力是否足够强大到 能够根本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呢 现据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指出 美国对中方官员的制裁 显然比中国的反制裁更有效 大部分中国高官都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持有财产 或者有一些交易必须要通过西方银行 但反过来 中国对西方官员的制裁就显得可笑了 因为西方官员并不会把财产放在中国 事实上 不少美方人员对于被中国制裁一事 的确显得不屑一顾 卢比奥去年8月再次被中国制裁后发推说 上个月中国禁止我入境 今天他们制裁了我 我不想想太多 但我开始觉得他们不喜欢我 同被制裁的美国参议员霍利则发推说 随便你怎么报复 我都不会退缩 拜登就任总统后 美国官员多次重申 在应对中国给阁地秩序带来的威胁时 联合盟友一同行动至关重要 这一点在人权领域也得到了体现 今年3月 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 针对中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长陈明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等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进行制裁 这被视为自六四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协同制裁中国的罕见之举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表示 国际社会正就中国人权问题形成更清晰的共识 而这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会形成一种外部压力 我认为中国至少在外交和政治上会变得越来越孤立 而它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也会受到影响 北京当局6月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 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方对各国就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施压 而做出的反制行动